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 NIGHT HAPPY BIRTHDAY TO YOU WOW HAPPY BIRTHDAY BABY 我们在亚马逊买的东西到了 他买了那个 刘慈欣的三体 我都没有看过中文版的 然后 嗯 这是跟AI有关的 super powers 这是什么 这个也是跟你的那些computer science有关系的吗 反正就是 这个好像大家 最近都讲说是一个蛮好的书 也是跟人工智能有关系的 就好像也有中文版 然后这是金庸的那个书 我爸猛dis来着说他从来不喜欢看这种书 但是想说不容易有个翻译版出来了 然后他就很感兴趣 还有 跟我的同款牙刷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 unboxing video 人们会觉得 Philip sponsored你 哈哈哈 其实我们只花了很多钱 在Amazon 我会有一个模特币 一模特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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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电动按钮 嗯 还有订阅按钮 所以我们有 清洗 白 和 盆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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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icare 5100 不要死 好,广告时间结束 今天是学校的open day 然后你看这里有很多学生和家长们都在等着学校工作人员带他们去参观什么的 我们今天是学联特别忙 然后所有穿绿色衣服的志愿者们都是在这边帮忙 然后这边有不同的餐点 比如说这边是帮助一些可能身体有一些残障的学生 然后这边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部门 叫career service 他们会给你很多求职的找工作的建议 然后这边呢是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需要的就是在学业上的一个中心 他会对你比如说写论文啊 然后学业上的一些指导和帮助 其实全部都是免费的 然后这边呢是语言中心 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国际学生有时候会要提前读语言课啊什么的 然后帮你帮助你解决英语上的客服困难和障碍 然后他们有时候也会教你第二语言 比如说法语啊德语意大利语什么的 我们学业是我们学业是好像是说临学很多年在全英被投票为是最棒的大学的学业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financial support team 比如说你在学业上有什么经济的困难啊 然后他们都可以帮助到 我现在是来学校的学联这边参加一个说是会议 其实我觉得像是一个讲座和活动 这个活动呢是跟媒体相关的一方 我们经常说ov Ну 一个很大公司 我们我们这些公司也碰到 ц台上的 villages 所以我們把他們扔掉 我們說不,我們獨自的工作 有很多理由 基本上是要支援 地區的經濟 Hello! Hello guys! How's it going? You feel me out? How was... It's very good 因為明天是這位先生的生日 所以今天他兩位朋友都從曼城過來看他 想過來吃個飯什麼 所以我現在趕快跑過來跟他們中午吃個飯 來吃中餐啊 你好,有沒有位置? 是四位 啊,好的 這是我們非常愛的一家川菜館吧 這邊 我們現在已經點菜點不明白了 那是不錯的 就是因為 剛才小哥還問我什麼是雞針 就是他完全沒有聽過什麼是雞針 然後那個芋頭 就是他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但是想說雞針的話可能是 有點冒險 然後芋頭的話我就說可能有點像土豆 然後他們想說可以試一下 太可愛了 OK,我們要試一下 對 我們要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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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感覺... 幾分鐘後 這是我們的水煮魚 然後這個是第三仙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重慶雞公包 這是你的最愛的菜 這是我的最愛的菜 這是我的最愛的菜 這是乾的啊 這是第三仙 為什麼 因為它的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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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醬是超級的 它可能是一位最好的 雞針的食品 我現在在回雪蓮的路上 我的頭髮 風中凌亂的 現在跟他們中午吃的飯 要趕回那個浪泉 我會說做得很好 因為它可能會是一個人物人 在裏面 你不想要整理 沒有理由 但在理論上 你也可以做得到 但是如果您提到自由证据行动, 它会比较简单更简单 我们的活动差不多结束了,我提前一会儿出来了 就是想说给学生提供了一种比较好的资源 虽然是学界和业界的一个对接吧 你有些信息点可能和知识你是不太了解的 然后他们作为这种业界比较有经验的人 可能会给你提供一种讯息也好 就业的方向增加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性 然后我现在要去一趟市中心 可能要准备一些给安庆生的一些东西 然后就是他们现在有的情人节款的蛋糕 可是我觉得还是很好看 Thank you 他们不是各种说这家蛋糕店快倒闭了吗 然后现在还是挺多人的呢 我现在在狂风之中抱着我巨大的两个气球 是给他要复制一下他的生日晚餐 这两个就是一个年龄的气球 两个数字嘛 然后我买的时候没有时间给大家拍 因为我现在很赶时间着急回家 因为他跟他的朋友们在外面 应该以为我在讲座吧 所以想说我要赶快把这些在他回家之前搞定 我要回去发现他已经回家就尴尬了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 dad Happy birthday to you Hoo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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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过分了 你还不及了吗 你不想到什么 太多了吗 太过分了吗 我可以告诉你 这酱牛肉是买的其实 然后长寿面炸酱面 然后我还说我炖了一大盆 炖了很久的这个牛肉 还有麻辣香果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for having us! Do you need to offer this food? Not bad Sorry, you don't want the second one Definitely not Thank you So yeah You say on your birthday It's nice to have noodles Why? Yeah but it's a little bit dry now we were talking too long oh yeah we've got to stop there we're gonna add a bit of this soup so yeah why do we like noodles because they're long noodles and that makes them long life noodles oh hello you cannot do this you'll reveal my elite strategy i collect i've already paid this off now i take two of these i collect one tax for being the warlord okay so you are the winner yeah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太假了你 我们现在是 拆卡片环节 就是 他们英国人还是很 搞笑的就是 不管是什么 节日啊都会 寄卡片过来 i like this card it's very amusing a successful man is one who makes more money than a woman can spend you should achieve this goal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nder how many successful men i know in the world a successful woman is one who can find such a man i am i we'll all have to wait to find out and most special of all is the card you wrote for me happy birthday for my wonderful husband because it's your birthday because you always make me feel so special so safe and so wonderfully happy 这个气球为什么大早上已经翻过来了 这是什么呀 s5吗 s5吗 showroom gives you a free ticket on your birthday showroom cinema so we're going to watch the green book one of the oscar nominated films for the academy awards 那我们现在要去出门看电影啦 这是我跟你们讲的showroom 然后是一个很棒的电影院 我们在 我们在哪一个啊 我觉得这个电影院很棒棒的就是他们 经常会有一些叫什么 independent films yeah i mean it's more art house relatively 对他们会有一些 就是日本的电影的一些电影集 他们会带来很多 是片子 然后我在这边还看到一些韩国影片 然后有时候也会有中国的片子 对 然后上次那个大象洗地儿座 我们当时就崩溃了 就是看了整整 看了整整四个小时的一部电影 就这种电影是很少会在就是普通的院线看到的 但是他们就是会有一些 他们认为可能有一些就是艺术水准比较高的一些电影也会带过来 而且电影的票价也会比普通的电影员稍微便宜一些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电影 我们今天刚看完电影出来 电影超级棒的 然后推荐大家 是一部故事发生在美国的电影 它是基于真实的故事改变的 基于这个美国的历史啊 然后包括一些社会的显示就是对于黑人的种族歧视嘛 然后是写一位黑人的音乐家 然后还有他的私人 有点像私人保镖加司机 他是一位白人 他们之间发生的一些故事 我觉得不管是从故事啊还是拍摄的手法上来讲 我觉得这部电影 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 就是网上评分可能有评到八点多分 但如果是十分的话 我客人会不会给到 就 我到